妈妈好不容易嫁入了豪门 却因为生不出儿子 被老公关进了精神病院 眼睁睁地看着他另寻心欢 而小三珍就生了儿子 妈妈被气得当场自尽 同时他生的女儿也被赶出了豪门 可女儿本不在意这些 她认为妈妈爱她就够了 却没想到妈妈的临终一言 竟也在埋怨女孩为什么不是男儿生 她当机破防了 愤怒地剪断乌黑长发 发誓要与偏见对抗到底 于是当同学又在背后绞舌根 说她是豪门不要的私生子 女孩决定不再隐忍 直接拿起了美工刀 砍向了那名同学 以写的代价换来了片刻的安宁 可没过多久 小三生的儿子竟突然病死 女孩成了唯一的继承人 父亲这才想起来认女子 便派保镖扮成绑匪去吓唬她 准备自己英雄登场带她回家 谁知男主恰巧出嫌 以强大的实力瞬间秒杀保镖 并就走了女孩 这可把父亲气坏了 当即包围了女孩的住所 欲强行将其带走 没想到女孩却掏出了手枪 吓得父亲只能躲起来娇舍 女孩当众揭穿了她抛弃器梦 让父亲瞬间哑口无言 可为了家族能传给亲生骨肉 父亲也只好硬着头皮独自上前 而女孩立马开枪事件 却并没有将其下退 直到射中她的肩膀才将其逼挺 父亲急忙打出了亲情牌 反让女孩恶心不已 她准备继续开枪 可枪中已经没有子弹 剑撞保镖立马向前冲锋 不想女孩抬手又拿出了手雷 是要斩断与父亲的孽云 说完就拉开了保险 抱着手雷侧身倒地 在剧烈的爆炸上后 只给父亲留下了一具胶黑尸体 但有男主在女孩怎么能死 他早就用提前准备的尸体换下了女孩 而伪装出的假死场景 只是为了让父亲死心 同时女孩也办理了新的身份 即将和男主奔赴自由的生活